我的车已经挂好了 现在萌萌的车正在挂 萌萌这个车呢 刚挂上 挂上它这里 偷懒来老师会指导的 我说过去绕一圈啊 他说这么圈正好一个大石头在这 这里不好出 慢点吧 来吧 开往我那边开 多说打点多说走了 这就是你看这边我看 你看这边我看那边 你看就看这一点 这不大好开 绕一圈从这边出来比较方便 老师傅老要走捷径 我帮忙把车开出来了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看看 我们走之后连个烟头都不扔一下 卫生打扫了 出发 所以说 房车旅行啊 在哪儿住过车就像没住过一个 这给别人添麻烦 走了 目的地湖河浩特 看看黄河吧娘 再就是等那个 等啥时候呢 等秋天的时候 看那个黄河入海口 到海边 就是这个水啊 最后就流到那个 流海里去了 哎 我们新手小白呀 这个玩脱挂房车呀 最开始来建议就来内蒙 为啥呢 地广人稀 路上没车 相对这个路还宽 所以说你这个操控方面呢 就是 相对要方便一些 基本上这边的话 路上很少看到 堵车呀 或者是车辆多的 拥堵多的情况 基本上走很远的 规定看到一辆车 你会走得很孤独 这样新手小白呢 来这门练练车呢 是挺好的 然后在这门熟续一段时间 哎然后你再去那种 就是 这个 车多的地方 相对 就会更好操控一点 更能进入状态 不然有些新手小白 尤其女士玩脱挂 可能开始有点蒙 车一多就蒙了 所以先来内蒙这种 人少的地方 看到没娘这个上坡了吗 哎哎哎这就爬着坤 爬上去之后 就是平原了 高速全是这种小波浪啊 然后要么就防风波 拍起来太那啥 前方我们决定是下高速 他们下了高速的路 不过比这个强一样 决定的是 不可以 太破了 而且我跟你讲 走这种路也挺费车的 啊 因为你说你出货 都太慢了 但是这去的太不平了 前面又转 这有个减速带 这种减速带一定要减速 连续两个减速 哇去这它有限高呢 这怎么遇到限高了 2米2过不去 这也不提前给个旗帜呢 这怎么弄 掉头 哦 超高车辆 绕左侧行驶 知道吗 他这有吗 超高车辆走这边吗 看到没 哎 前面是小车吗 这个就是这边是微桥还是长的 超高车辆走这边 大车走这边 我反正说那边是进城的这边进城的 这边出城的就两条道 我感觉这个进口能过去 但是出口它上坡了你看见没 是吧 应该可以过得去还是帮我看一下哈 那个当天 当天也没有凉吧 哎 当天是不是有凉呢 没啥凉 那个桥这个桥肯定能过得去 不是那边那个桥不是凉吗 当然我冲着 看看怎么样能过去吧 可以往前走 你还离得高呢 前面那个呢 怎么样能过去吧 高那过去吧 好嘞 收到 好了你们随便过吧不用看了你们没我高 他们那两米六 我至少得少二公分 哦了 我去前面是不是又是线高我的神呢 他看着挺高的哈 感觉那个轿车上面还得有两米 四米高应该就 走了 啊这个高啊 看车上边肯定有两米高 那个高这样下坡呢 啊对他估计是怕这高不够我弄了个下坡是吧 估计是这个意思啊 哎 他在那里写没写的 没写的写高压 危险 但是这就是绝对能过去 啊 啊 过去 可以 差好高 哎呦 差那么高呢 走了 离我们小蒙蒙多近 大堵车呀 这我们脱挂房车啊走在这个 霍浩特 克尔新北路啊 遇到了大堵车 能看着红利灯吗 看不到红利灯 但是左拐道是我们这个跟边上那个 这就是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家了 现在在一个房车营地 有水有电 妥妥的 啊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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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